大家好,升旗易得道 今天發生了一宗 我想在Facebook有看的 就一定知道了 在羅浩坊撞跌了一個天使得得必 賠了三萬多元 我聯絡到 事主,女事主 我們聽聽她有甚麼說 開始 我和我老公 就帶著兩個小朋友去羅浩坊 然後 我就看東西 沒有看著小朋友 你去了哪間店 我去了KPAN 是最高層的反應是嗎 我也不知道是否最高層 我到了 只顧著看東西 但是一轉著面 聽到很響的聲音 然後轉著面 工作就破了頭 我的小朋友就在旁邊 然後我走過去 然後員工就說 剛才你小朋友已經踢過公仔 我已經踢他離開 然後我心想死了 就是我兒子踢過公仔 他暫時認 他是看到你的小朋友踢過公仔 是不是 他就是這樣描述出來的 他第一次就說 剛才他踢過公仔 我已經請他離開 然後我就 那我就陪 我們直接就說 你這麼多錢 不是 你弄壞東西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明白 所以他一說的價錢 他就說 OK 那都要給的了 然後弄壞了 然後他就說 可以打回上公司問了 然後就說 給個成本價 然後就給了 那我們給完錢 我們就走了 給了多少錢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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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見是3萬2千多的 好像 是 網信 那張片 是我的照片 3萬3千6百萬 那麽 那麽它原本是定價多少錢 5萬多 是 不重要 不重要 5萬2千8 你們弄完卡 他們怎麽說 沒有 我們就走了 那麽 那麽 那麽之後 我就打 我就覺得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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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多人走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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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的媽媽 我想投訴 她就說明天會聯絡我 就收了電話 因為她轉去經理那裡 沒有人聽 她就說你留下電話 他們會聯絡我 我就留下電話 直到朋友就傳給我 然後我才看到那條片 看到原來她挨挨了 但她說的是 她引導我以為是我兒子疼她 我明白 因為我也有看過你們那條片 我見到小朋友是真是 可能推一推 或者扶一扶 這樣是弄壞的 她就跟你說 其實我和我老公是完全沒有看到 而她說什麼 那我們就以為是什麼 那條片你怎樣 為何會流出到給你的 你知不知道原因 我不知道啊 是別人發出來的 好明白明白 我聽別人說 這間店在今年裡面 已經是第四宗這些案件了 那你有什麼看法呢 離譜了 真是離譜 你認為她有沒有特意去 即是 即是說線 線那些小朋友呢 我不評論她 是不是特意 但是這樣放就已經是有問題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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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就見有沒有前面的人 我都覺得沒有可能是這麼貴的東西 你沒有吊 沒鎖 沒什麼 就這樣放在那裡 嗯 那都離譜了 那個位還要不是你躲在那邊 是人來人往的地方 你已經是不合理的 我聽說 我明天看回那些圖 她在去年是有維蜂的那個公仔 即是《天使珍珠B》那個 她今年是故意放在那裡 我想大家都看過那條片了 在路中間的 是啊 真的很離譜 那怎麼會知道是不叫特意 那小朋友都不知道 但是這些這麼貴重的東西 你怎麼會 你用一個鎖 鎖住圍一圍 即有鎖 什麼都沒有 好 明白 即是很不合理 我還沒看這條片 我都覺得 想想一下就覺得 為什麼沒有鎖 沒鎖 沒圍住 又沒有吊住 即是你很可能是這樣的 是 明白 我覺得不合理 總之可能她是特意或者不是特意 但是根本就離譜了 我可能是這麼看的 明白明白 我明天可不可以 以代理的身份幫你打去這間公司 問她發生什麼事 可不可以 可以 好啊 麻煩你 你還有什麼想說 或者中國這間店鋪 不要再去這間公司 哇 她的東西這麼貴重 我真的怕得我不敢再去商場 我之後再去商場 大佬 黑一黑的東西都說怎麼樣 明白明白 小朋友都嚇倒了 我兒子那時候呆了 我之後看到你兒子很害怕 我都明白 沒有可能 她都害怕我這樣 我們當然立即被騙救了 嘩 我都呆了 我回去之後 我都覺得 我自己的陰影 我都不敢逛街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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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今天多謝你 我明天會幫你打去她那間公司 問一下她 即是她不理 我可能就會上門找她聊聊天了 即是 跟她問她發生什麼事 她是有機會犯到涉嫌詐騙的 因為你的兒子沒有踢的 我明白了 那麼多謝你啊 謝謝你 好 拜拜 謝謝 拜拜 終於還沒有 你不要收我 其實 你可以再說 剛剛我跟姚小姐做完這個電話訪問 我覺得 為何一個這麼高 一米八的東西 這麼空心 一推就跌 你又不圍著 我也是這樣同意的 你這間東西都很古怪 我等我明天打給你聊天 你放心 你現在全家床 補充一點點 其實有律師就說 其實法律就假設十歲以下的小朋友 就沒有這個犯罪之心 所以十歲以下的小朋友犯法 其實警方都不能夠起訴他們 是這樣的原來 至於展覽方可否起訴家長疏忽呢 其實就說 除非有證據證明小朋友有蓄意毀壞這件展品 而父母也都在場沒有看著他 就可以追究家長 但是從這條片看到 小事的小朋友就並不是蓄意的 所以展方就不能夠向小朋友的父母索上 律師更加認為 這次以外最大的責任其實是在展覽方 因為展覽方明顯沒有妥善地安放這個展品 他要不就找一些圍欄圍著他 找個保安看實他都還可以 要不就鎖死他在地上 就這樣放他在這裏 整個牌就說請麥觸碰就算 小朋友都不可能會懂些字 好了這一節就暫時來到這裡 記得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回體分享 訂閱PATREON頻道與費特贊助 拜拜